请点赞,2017年12月1日是世界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,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,重视艾滋病,进一步消除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,快乐大本营助力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关爱艾滋病毒感染者,消除歧视的公益活动,于是为中国健康特使一阳迁徙,关小彤,王家,吴木野,一起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发声。 与爱同行,在节目录制现场,易阳迁徙,关小彤等人,被授予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健康特使证书,一起为健康代言,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发声,发表健康特使宣言时,易阳迁徙希望用真相克服恐惧,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。 关小彤认为,艾滋病不是人生的审判书,他不能定义人生,呼吁让我们一起终结歧视,王家强调,没有人应该被孤立,我们应该一起对抗歧视。 吴木野建议用音乐发声,拥抱彼此,拥抱希望。 快乐家族也号召全国的观众朋友能够用爱融化歧视的冰山,给予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温暖的怀抱,快乐大本营还大力提倡慈善工业理念,坚持为爱发声。 据悉,本期节目中意杨迁徙,关小彤等人,还将在快乐大本营舞台,全球首唱201新年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公益主题歌,拥抱你,为爱发声,与爱同行,为爱发声。